平常一早就來拜堆 主比要選擇好風水的塔尾 這是南道旗燕鳳烈的那谷塔 南投市我們的永豐那谷塔 今天是我們幼寧堂來正式開放啟用 讓我們民眾來選位 因為我們在這兩年 我們在永豐那谷塔在營運的過程當中 在整件的過程 就有很多的民眾一直不斷的在詢問 那才今天是正式開放的第一天 加上前兩天有一些站錯的 那目前兩天來已經有1500萬的一個收入了 加上今天應該可望可以突破2000萬 那目前總共有300多個塔位 現在民眾已經選購完畢 那目前我們第一期的一個部分 骨灰潭 骨骸 加上各種不同的一個選擇 總共有3609位 相信是可以提供給我們所有的市民 或者是縣民 包括外縣市的 都能夠來這裡做一個最好的一個選擇 骨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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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骨骸 骨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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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非常新的 所以包括整個建材 也都是考量到很多是有防災 跟防火的一個功能的 尤其現在的公安的問題相當的嚴重 我們在所有選購這個材料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會考慮到防震跟防火的 這些相關的建材 現在第一期完工就已經有3千塊的柴尾 但第二期第三期完工之後 大概會有3萬塊的柴尾 提供民眾來選 市長表示柴尾的價值 必須利落價的很多 可以說是一個帶順化 一個安全的辛辣骨頭 現在各位麥 柴尾報道